记者林家东,无量一综合报道,女毒虫小丽,化名,为了不想被关,15年来生下10个毒宝宝,令人吃惊的是,每个毒宝宝的生父都不同,基隆地检署妇幼组资深检察官感慨指出,毒宝宝不过是毒妈妈拿来逃避被关的工具。 刑事诉讼法第467条规定,怀胎5月以上与生产未满两个月,可不用入金服刑,让不少女毒虫拿怀孕来逃避牢笼,形同为她们开出一道房关后门基隆地检署检察官日前侦查一件毒品案,发现遭通缉的女毒虫小丽,15年来生下10个孩子。 检察官说,小丽五官清秀,从身份证照片可看出有助甜美的笑容,但被毒品摧残十多年后,如今已不成人形,检方询问得知,小丽念高中时就接触毒品,毒品来源是初恋男友,后来男友入肩,小丽少了毒品供应来源,又戒除不了毒瘾,只好靠身体换取毒品。 检察官透露,女毒虫只要长得不差,很多都会拿身体换毒,与毒友的性关系极为复杂,只要有毒品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她的男友,也因而女毒虫的毒宝宝父亲往往不是同一人。 由于小丽以前长相,身材都好,在毒品圈成为抢手者,才会一直和不同男子性交怀孕。 我不想坐牢,只好靠怀孕来逃避。 承办检察官说,小丽因适用毒品被判刑,出庭时不忌讳地说出事实,小丽的话至今令她印象深刻。 检察官指出,小丽最近一次被通缉落网时才刚生完孩子,另有检察官说,警方上月抓到另一名女毒品通缉犯,女毒虫一道亭就说,我怀孕五个月了。 检方确认有孕,也只能将她请回国家卫生研究院神经及精神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员陈娟宇表示,若父母一方是药物成瘾者,子女在六岁前的死亡率高出2.3倍,若母亲是药瘾者,子女死亡几率更高达3.9倍。 她说,这涉及胎儿在子宫的毒品暴露,加上有毒瘾父母叫不注意自己孕期于产后婴幼儿的照护,常忽视小孩的医疗需求。 研究团队发现,药物成瘾妇女若接受美沙冬治疗之后生育子女,就会有较高的医疗利用率,显示及早医疗介入对于毒瘾者后代很关键,也能更易接受医疗帮助。